今天有記者的警察 好友來進步 應該將對於台南台警察 案件來生理事故調查會 拿出調查的報告 不過來進步是表示 這案件已經以上 第一件事進辦 記者會開始前 先對於這兩位 不幸殉職的學長 默哀一分鐘 那現在開始 記者警察生立的 臺灣警察工作 管理推動協會 取幾條開記者會 向郭台警部占對上各位 志祺在台南發生的殺警案 拿出調查報告 我們在事件發生的隔日 其實已經發函 要求內政部 針對這個 8月22號所發生的 這個殉職案件 來召開殉職調查會議 小鳳玩工作管理出政協會 也出席為警察戰車 表示這個案件 應該要比較小鳳發 第27集一條的規定 由來進步造成 數個調查會 來拿出調查報告 這才是一個發生 治安事件應有的態度 如果每一次都複製貼帳 把電腦裡面就檔案改一改 名字改一改 就直接拖出來 發一個新的新聞稿 那我們可以想見 明年後年大後年 每一年 我們都會坐在這邊 來默哀一分鐘 警安真改革 要殉職調查 要殉職調查 針對協會訴求 來進步 在上個月三筆悔涵 表示這個案件 已經以上地檢數一般 警政書也說 目前來報已經在調查 不過因為間鑽到 現案跟情者不公開完結 現主席要不方向外界 報告調查總控 記錦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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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錦